台股因为今天 富时指数的调整 所以尾盘拉了指数 今天大涨113点 量也比昨天明显增加了 外资连两天在现货买 今天外资在现货 再买了84.5亿元 但是期货的空单 今天又贯了3000多口了 所以今天又转为净空单了 外资今天态度反反复复 专家说下个礼拜 在联准会公布 到底未来态度如何之前 外资的态度才可能会 比较确定一点 所以今天现货买了84亿 期货做空金额 比现货买超更大 真的看不出方向 但是外资的买卖超个股 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不解我们请您上台来 先来看到外资 今天买超的前市民 民单有一些不一样了 买远东新 买华新 买阳明 长荣 万海 货柜三雄全部入列 买了星光金 元大金 还有金金的国泰永续高股息 不解老师 外资回来买全产了 什么意思 我觉得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刚才有讲到 油价涨对不对 原物料可能会有机会跟进 所以远东新 华新这些 外资是买超的 再一个是说因为今天是0050 0056加上负实 三个指数在一起尾盘调整 所以有一些这个外资之前 卖过头的传产 跟投信那边买过头 ETF买过头的 都要调整 两个调整 所以就会激荡出这种买盘 卖过头的要补回来 买过头的要稍微 对要稍微卖掉 或是之前没有卖的 你现在因为它被降下去了 我变成多出来这些股票 我要卖掉所以今天你会看到 比较有趣的是外资买这些 很多都投信卖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外资在换股 你知道吗 外资今天买了几个高股息 国泰永续高股息 来下一张我们再看 外资今天买超的 远大高股息 结果今天外资卖谁 你知道卖富华的 我们看一下 外资卖了00929 5万多张 外资卖了群预台湾精选高息 2万多张 为什么 就换股啊 就换ETF啊 对不对 那所以我就说这个 今天的这个买卖盘 其实它不是一个大的趋势 你看今天外资卖什么 卖伪创光宝科 这有趣咯 我们来看到 外资今天卖超第二名 叫伪创跟光宝科 我们看到投信今天买超的名单 投信今天买超第一名 就是伪创 第二名就是光宝科 所以你丢我捡 对啊因为外资之前 可能这个里面的股票买过头 结果指数调整完 好像我这些太多了 然后投信是不够嘛 所以不够他就买伪创跟光宝啊 那对于这个个股来说 他们因为外资跟投信只是因为指数调整 那对于个股来说 有没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 好我们把伪创跟光宝的日线叫出来看好了 第一个 它的位阶 我们下面配一下量 看成交量 你看位阶打到这里 算是相对最近比较低的 今天量有没有非常大 其实没有 所以短线来讲我认为影响不大 看光宝 你看光宝也是嘛 光宝第一个位阶也低 今天量稍微有出来一点 可是相对前面的大量跟最近的这个量 也还好 也就是说就两党的这个状况来看 我觉得它是一个良性的换手 但也不代表说这里换完马上要上 你不用这样想 就是说他还需要时间整理 只是说两个刚好一个太多一个太少 就互补 好 谢谢波杰 请先回座 虽然是ETF 但是因为它真的涨得太不像ETF 来回价差 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 听众给您做参考了 好 接下来程老师上课了 程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安谋 昨天我还在跟程老师讨论说安谋 如果昨天敲钟之后股价大涨 有没有机会带起整个的科技类股的涨势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好 昨天的安谋表现不错了 这个在挂牌前好多的大咖都先认股 他超而认够十倍 对 台湾也很多大咖认股 策略性认股 对 所以都赚到钱了 那可是为什么安谋大涨 可是你会觉得其他股票 好像温温的 原因第一个 因为安谋他的一个业务范围 跟其他的科技股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他做的是IP 你如果真的讲说IP 在美国的科技股里面 你真的找不太到 只有安谋这一家 但是台湾蛮多的 所以台湾前几天都在涨什么 世新创新高 对 有没有什么力旺创新高 智源这个爱普在涨 所以在台湾有蛮多这种IP股 所以前几天都在涨 那今天当然有一些获利老杰卖 毕竟来讲这利多有点实现 所以安谋这一个所谓的利多 这个并没有带动美国的其他半导体 但是反而带动台湾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安谋昨天大涨了以后 他的本益比已经170倍了 170倍 那你知道NVIDIA多少吗 NVIDIA不要讲未来啦 我们就讲现在的NVIDIA 大概105倍 他已经比NVIDIA高这么多了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大家对安谋真的很看好 那我问那挥达的本益比 这样都可以带起大家 全世界AI股从五月一直涨到现在 安谋有没有这样子的气势 比较没有 主要原因是因为安谋这个在IP里面的等级 跟台湾的那些还是有差别 非常差 就像NVIDIA跟别的ICC股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他的本益比很高 那是只有他 别人要跟上不是那么的容易 但是多多少少雨露均沾 这也就是你今天看到有一些台湾IP股稍微修正的原因 没有办法跟他一样这么的好 好 那我们先回来讲美股 我先说短期利空还是批乏 你IGB上礼拜我讲说 你你踩的话 凡杀不死我的都将使我这个更强大 对就是美国股市内发现最近利空不断 你看什么都不好 可是美股没有死 美股没有死 那就有可能反而批极泰来 那我今天还是要讲利空还是利空 譬如说美国的TGA账户五千五百亿 其实没有增加太多 也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政府还是欠钱 他还是必须要发行中长期的债券 那中长期债券 我们之前讲过有困难度 不是那么的容易 中长期债券比较难卖 他没有办法吸引 之前我不是讲 有一个Overnight RRP吗 这个钱是货币基金的钱 那他是逐利的 逐利是逐利率 谁利率高 我就跑去那边 那你至少要五五点三以上的利率 我才会有吸引力 那老实说中长期债券 你再怎么高 像最近有到四点三 十年期公安值率 也不到五点三 所以你要吸引Overnight RRP的钱 去买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必须真枪实弹的 譬如说找金融业 找找这个外国投资人 或者美国的大咖银行 你要找这些人 把他的钱搬来给美国财政部 那我觉得这个困难度高 这是利空 第二个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美债的值利率 才会越来越高 因为美债要提高利率 大家才会认认 否则你利率像前前一 这才三点多 谁要买这个中长期债券 你等于要有多一点利率 来吸引我 吸引我来做长期投资 所以这个利率还是相对高 但是我刚才讲的是 对债券的投资人来讲 可是对股市投资人就不好 因为这个利率高的话 对于科技股就不好 而且对而且股票市场的钱 很容易就流到债券去 所以我还是讲 这还是利空 那再来我们来讲 这个美元指数昨天又飙涨 跌破大家眼镜 大家想说美元指数应该停了 而且我美元指数没有 这个继续率走高 那主要原因是两点 第一个是欧洲拉加德 虽然还是升息一马 可是他这个升息 会后的那个 这个讲法就是说 他们现在这个利率 已经有限制性了 所以呢可能这样就好了 所以市场解读就是说 那他就最后一次 那他他最后一次 那联准会可能不止最后一次 然后再来讲经济 欧洲的经济比美国烂 那你当欧元要扁 欧元一扁 美元指数就上来 再加上中国降准 对不对 中国昨天不是降准一马吗 所以中国在宽松 欧洲不会再升了 那美国还是可能升啊 所以美元指数又走强 那美元指数走强 理论上来讲 理论上应该对新兴市场 会有抽资金的效果 可是我们看这两天台股也没有 也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很奇怪 一堆鬼故事啊 但是呢就好像就也没啥事 也没啥事 再来昨天美国公布这个PPI 因为大家知道PPI是CPI的领先指标 PPI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嘛 那为什么最近走高的比较多 因为油价在涨 刚才这个明翰在讲 这个油价已经逼近90 甚至布兰特原油要挑战一百的 那如果油价创高 PPI也走高 甚至他的零售销售 昨天公布 也是超乎预期 那不就是通膨升溫吗 阿联卓会不就是应该要升息吗 这不是也是利空 结果也没在理你 所以你会发现奇怪 前面四个都利空 而且以前是随便一条 就可以刀刀 杀到你刀刀见骨 可是四条全出也没怎样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说现在的股票市场的反应 它是在反应未来的 是 它没有在反应你眼前的事情 譬如说所谓的未来 就譬如说可能利率 可能就差不多了 未来就只会往下走的 现在已经有机构在讲说 明年可能要降四码 对吧 那或者这个数据 大家反而看这个 零售销售好 美国的经济不会有硬着陆 对 你看嘛 从九月开始是开学返校潮 开始加十十一十二 就什么感恩节 圣诞节 就开始感觉上 是不是景气没有大家预期的烂 反而大家习惯了这个高利率 该买的还是得买零售销售会回温 如果零售销售回温 你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这两天货柜航运好像不错 因为毕竟来讲货柜轮就是装成品 那你想想看 现在你要感恩节 要圣诞节啊你不现在拉 拉货你什么时候拉货船要开一个半月 才会从中国的工厂开到美国去 那现在九月份不是刚刚好吗 所以你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就是 看起来好像没有大家预期的差 甚至往好的方向发展 再来我们要回来讲这个安谋 安谋大涨二十五% 我觉得反而对NVIDIA造成压力 怎么说呢 我我记得这几次前千百百的节目里面 我们都讲到很多就是说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的大厂 他不一定要买安谋的晶片 对他要训练模型 他可能自己研发晶片 那这个自己研发里面一定有安谋 对不对 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设计晶片 你譬如说这个移动装置 你基本上讲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处理器 一定都是安谋架构 对吧 所以未来当然到了AI的时代 我们之前的焦点都是在伺服器 对对吧 那伺服器这个是云端里面的 那你云端不管你训练好 或推导好的那些资料 你未来当然是要释放出来 看是公司行号还是个人用 那你公司行号个人 你一定是用终端产品去接收 要嘛是电脑 要嘛是笔电 要是iPad 要嘛是手机 要嘛是什么 那这些东西里面的晶片 其实都是安谋的强项 所以你说安谋 像譬如说孙正义 因为按摩挂牌嘛 他总是要大家问他 你这个按摩怎样 他当然说好啊 然后你会发现 他他讲没几句就是AI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按摩跟AI啥关系呢 按摩就是手机啊 或者你你说像苹果的那个 M1晶片也是按摩架构 消费性电子 对他其实是消费性电子嘛 他跟那个AI伺服器 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可是他为什么三句不离AI 第一个当然是讲到AI 才股价会涨 第二个你说他真的没有 其实也有啊 就是我讲我讲的 未来在应用端 可能安谋可以着力的点会更多 所以这个就变得怎么样 AI晶片 以后大家不要把AI晶片 就当GPU 不是AI晶片等于GPU 不是这样子的 AI晶片其实有很多的 譬如说ASIC 特殊应用IC 甚至最近 Intel的股价走强 CPU也是 CPU也要 你怎么可能伺服器里面 没有CPU 只是说大家都都都接受了 那个黄仁勋的教导说 用GPU买越多省越多 但是可能哪一天 风向又改成说 其实GPU还是CPU还是蛮重要 对 毕竟来讲以前伺服器都是用CPU为主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晶片 变得是个例三头 大家开始要抢生意了 但安谋的加入 一定也是造成这个AI晶片变得五花八门 那五花八门以后当然就其实这样对整个科技业是好的 因为不要只涨一个NVIDIA 对不对 不要说什么NVIDIA 你看最近如果我们看一下股价 你看一下NVIDIA的股价跟AMD的股价 你看这是灰达 对 那你看一下NVIDIA 高档回来 不是你看一下AMD 看一下AMD AMD的股价 是不是 它的底部是不是就比较高 NVIDIA我们刚才看是这样 对不对 AMD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AMD大家都知道 他也是CPU的王者 对不对 一CPU你要嘛买AMD的 要嘛就买Intel 再看一下Intel 更强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一定是GPU吗 不能是CPU吗 不能是ASIC吗 如果讲ASIC的话呢 可能就要看台湾 比如说3661 最近3661的股价 我们看一下的股价走势 哇就就很强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回到字卡 AI晶片变成兵家必争之地 不是只是大家印象中的GPU 这个这个观念要扩大 因为这样对整个科技业 对整个未来景气才会好 再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 现在中国的悲观论者 对经济的悲观论者 都讲说中国可能会变日本化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最近中国的问题不就是房地产吗 对 那三十年前日本什么衰败 不是也是房地产吗 所以很多人就讲到中国可能就会变日本化 因为中国目前的地方债务也是很严重 也是GDP的很多倍好多倍 所以大家觉得是这样 但是又另外一派比较有乐观的人就说 其实没有 因为中国的第一个 他比较没有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日本是乖乖听美国的话 所以日本当时的半导体很强 然后美国一打压以后 日本半导体就不行了 可是中国感觉上 有一点越挫越勇 关键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华为麒麟九千S 毕竟来讲他强调他自己讲的 他所有的技术都自己做的 所有技术自己做是什么意思 包括我之前我讲的EDA 对不对 你怎么设计的 他晶片都是整合的 比如整合的CPU 我整合的GPU 我甚至整合了很多的小IC 这些都是你IC设计 要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才有办法做的 所以他目前技术的提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譬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因为华为是被打压了好几年 可是最近中国最强的其实是OPPO 应该大家都知道OPPO OPPO其实目前是中国手机品牌第一名 那他也曾经想要学华为一样 他要自己弄一个IC设计公司 那可是在五月份的时候 他这个叫折库 后来五月份就吹息灯号 好多员工就解散 就是说他很努力研发 但研发不出来 后来就干脆解散 可是这一个华为的这个麒麟9000S 出来以后 我觉得会对其他的品牌厂 会有示范效果 也就是说呢 华为既然搞得出来 我也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的那个IC设计业 尤其比较高端的 可能这些手机的品牌会开始走自研晶片 那这样子的话 对台湾的IC设计绝对是好 因为你要知道 就怕你们不努力 你们只要努力 一定是需要很多资源的帮忙 那这个资源的帮忙 但我们台湾IC设计 毕竟来讲已经领先好几十年 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优势 很多的合作的地方 很多的IP 很多的细制裁都可以去合作 所以我觉得目前中美看起来 科技站在升温 但是对台湾的IC设计业 是左右逢源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最近感觉上 好像IC设计股 普遍都在涨 这也是原因之一 难怪今天联发客就涨了4% 有趣咯 所以中美大战升级 我们的IC设计也好 科技业也好 尤其未来大家对于 所谓的晶片 对于AI 可能想法要更升级了 但是土洋对坐 现在是当前最大的一个疑虑 你看外资现货买 但是今天期货 又布了这么多的空单 难怪崇老师说 台股接下来多头之路 坎坷崎岖 所以他建议操作不可恋战 操作策略休息一下 崇老师告诉你 你怎么必要的 没问题 稀奇 cars 小短 下来 你便宜